每个月工资一万多 吃住全部在单位 对 每个月有两天假 那么你的挥霍的时间 是什么时候呢 下班以后 下班以后离你的家有多远啊 十多公里吧 为什么不回 跑去的餐馆 有的可能十多公里外吧 自己都偷偷笑了是吧 好吃的东西再远也得去 但是妻子老婆 再近也懒得看一眼 有时候一回家嘛 就是也是总吵架 因为总吵架 所以孩子也不管 老婆也不管嘛 那现在干嘛要复婚呢 回去还是会吵架呀 一个男人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可能债务还没还亲 这个时候觉得只有妻子 能够接受自己的生活啊 所以回头请妻子 接受自己进门吧 但是当初你不是嫌他脾气坏吗 不是嫌他嘴唠叨吗 他没改 您创业失败了好大事 他没失败啊 您创业失败了以后 你有压力 他没压力啊 您创业失败了以后 您还可以说 我靠技术在外头玩和打工 他还得带孩子 还得对自己的老母亲解释 我们的生活怎么如此窘迫啊 还得给孩子希望 还得给老人希望 你在干啥呀 你没有任何资格来要求这位女士跟你复婚 因为她做了一件非常正确的事情 就是跳出了你这个火坑 现在每个月给孩子多少抚养费啊 两千多块钱了 结了婚了以后 连抚养费也不用给了嘛 你至今为止 认为自己最错的一件事 就是不该那天晚上在烧烤店里 发酒疯 惹老婆伤心 其他你没有任何的错误意识 因为就那件事 导致了你老婆要跟你离婚 仿佛没有那件事情的爆发 你老婆还能就这么隐忍地 被你欺负下去 所以不能答应他 也不要这么轻易地相信他 您带着孩子可以生活得挺好 每个月他只要给到抚养费 也算是他尽了一个爹的责任 我们还能要求一个前夫什么呢 对吧 当我们不再对前夫提要求的时候 会发现心里少失望很多 当我们不再等待一个人的时候 就发现内心不会再煎熬 我们知道怎么安排自己的24小时 自己的这一周七天 所以为什么要再重新去等 那个不回家的人 为什么要给他机会再一次 来伤害自己 和干脆拿走那明明每个月 都见得到的两千块钱呢 对吧 留住钱 留住孩子 留住你的单身 你可以生活得很好 远离他 谢谢敏达老师